最近几年我们在媒体上也会经常看到 躺平 佛系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词 对这些问题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我们日常特别是共青团中央 日常主要的就是做青少年工作的 也安排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我把我们调研的一些感受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真正躺平的是极少数 不懈奋斗的是大多数 近几年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调研 就包括当代青年的精神素养 这些调查研究基本上是每年要进行好几次 当代青年主流的观点 仍然是他们相信成功主要靠个人努力 奋斗才能够得来 绝大部分青年对他的未来是乐观的 所以我们认为青年口头语中的这种躺平佛系 更多的还是一种缓示压力的调侃和情绪表达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就是国家高度重视解决 躺平佛系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一点 我们期待全社会更加关心和关爱 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和精神素养